我最近发现了一个新的东西 对人的影响比收入、金钱、智商都大 就是人的能量 最近和一些朋友聊天 发现他们的问题就是 下班就累了不行 晚上不想睡觉 然后天天就觉得很焦虑 但是我又认识那么一群人 用不完的经历 心态俱好 有一种天然的松弛感 就像上天在眷顾着他们 所以我就十分好奇了 他们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我就观察到了他们一个共同点 能量高 你是高能量还是低能量的人呢 那下班放学 你回到家 完成所有任务之后 你会选择A 放平 还是B 继续学习成长 那一般在这个范围内的人呢 就是高能量的人 低能量的人呢 总是容易自我怀疑 抱怨 内耗迷茫焦虑 而高能量的人呢 总是有用不完的经历 积极乐观 情绪稳定 执行能力极强 那我们怎么从这边的人 逐渐变成这边的人呢 那通过这些年的学习呢 我也成功从一个 总是很累的人 逐渐变成了一个 能量变得更高的一个人 大家都求考表情类 从四个角度分享 普通人如果从B老体质 变成了高精力的人群 首先第一点就是目标感 目标感可以理解为 了解自己 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并且做一定的取舍 这样呢 可以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你每一段时间要做的是什么 然后与这个无关的呢 你就可以稍微把它推开 舍弃掉 比如我小时候 我英文算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看着别人中文好 我就会觉得很自卑 感觉自己就是 没有办法做到 自己理想中文那种 什么都会什么 都非常好的那个样子 说多多少少 就是自尊心太强了 后来呢 我就改变了一个思路 就我知道自己英文很好 然后以这个为骄傲 然后我再去扩展 那我其他的一些优势是什么 然后尽量避免要中文好的东西 虽然我现在说视频还是用中文呀 Anyways 明白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明白自己的优势和劣势 并且了解自己在大环境里的这个水平 这样就可以去做自己适合的 或者自己喜欢的 或者自己想要做的事 最重要的就是减少那种 既要又要的不满足心态 因为既要又要真的很难做得到 而且特别内耗 另外呢有目标感的好处呢 就是你可以懂得拒绝 我发现高能量的一个特点 就是他们真的不害怕拒绝别人 就是不想就是不想 不去就是不去 因为这是对自己的一个想法的尊重 当然他们还是非常礼貌的玩具的 就是说话艺术情商还是在的 这里不是让大家去喷人 或者去骂别人 种种 不要去 并且呢 一定一定要定期做复盘 去调整自己 舍弃一些自己不好的原生的习惯 然后去学一些新的好习惯 把所有的时间精力呢都放在自我提升上面 每隔一段时间呢就像脱了一层皮 有这么可能内耗呢 第二点呢就是环境 第一个选择呢就是去高能量的环境 第二点呢就是减少负能量的环境 那像我呢平时情绪不好 或者没有灵感 我就喜欢去高能量的地方 比如图书馆 咖啡厅 展览 当然大家也可以去寻找一些适合自己的 尽量把自己沉浸在这种 大家都在努力 非常积极向上的环境里面 我印象非常深刻的 就是有一天晚上我在复习作业 然后我就是学不下去了 怎么都学不下去了 那我看到旁边那个人非常努力 就他拿着一个手写的本子在这里 然后他再二次的进行一个整理 因为字是一样的 这我知道是他的本子 然后我觉得哇 这个人真的好认真好努力啊 我也要努力一下 就是多多少少都会被这个环境所感染的 那第二个方法呢就是断舍离 我会定期的把家里不需要 不再用的东西丢掉 每一次整理完我都觉得哇 神清气爽 而且整个人的灵感就 就都来了 这一期视频也是我昨天搜索完之后 有的灵感 另外呢还可以尽量很每天那种 全都是负能量的朋友 或者一些亲戚保持距离 另外还有少听一些悲伤的音乐 我真的是那种特别容易共鸣的人 然后听到那种悲伤的音乐 我整个人的心情就down起来了 所以现在我就不听了 第三点就是让身体的精力变多 其实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 就是越是去运动 身体的精力会越多 运动甚至有点像就是把自己不好的能量都消耗到 然后去产生一些新的能量 并且还有按时进餐注意食材 我就是那种从来不会错过吃饭的人 我现在会尽量去吃食材的原材料 比如吃水果 而不是吃布丁 比如吃鸡肉 而不是吃杂鸡 这种原材料呢 它更健康一点 然后我觉得长久而言 我的身体真的是能够感觉到 这些食量的质量更高 然后精力就变得更好了 那身体上呢 还有一点是我今年才发现的 去年的时候呢 我每天都睡六到七个小时 早上七点钟我自己就会醒了 但是今年呢发生一个变化 然后我就睡得更多了 我发现睡多了之后 我的发际线就回来了 你可以看就是真的没有秃得那么厉害了 然后我也觉得我的精神状态 好像变得够好了一些 所以我觉得如果条件允许的话 还是尽量多睡一点 睡觉这个东西还是有必要的 昨天我见一个朋友 他说他每天睡九个小时 然后他的皮肤真的太红润了 有可能就多睡觉 尽量多睡觉 然后还有一点 如果大家觉得自己当天的状态不好 能量低的话 可以打扮一下自己 我觉得好看的东西 它会自带能量的 所以我用着好看的笔记本 看到好看的东西 穿着好看的衣服我都会觉得心情更好 好像精力能量更多了 所以我觉得买衣服是有理由的 第四点就是保持高能量的心态 首先就是心理暗示 一定要多给自己一些正面的反馈 不要去批为自己 说自己不好 哪里不好看 每天睡醒对着镜子就夸一下自己 就说你好好看 我好喜欢你 我好爱我自己 说多了就是这种积极的心理暗示 这种积极的能量 它真的是会影响到自己的 另外就是课题分离 你被讨厌的勇气里面的 就是分清楚这一件事情是别人的责任 还是你自己的责任 比如说你父母催婚 你父母希望你尽早结婚 这个是他们的责任 他们要自己处理这种情绪 而你自己想不想结婚 那你是要处理你自己的这个情绪的 而不是你去承担你父母的情绪 虽然第一次听起来可能会有一点点残忍 一点点不照顾别人的感受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就是你把别人的情绪都驾驭自己身上了 你自己会觉得很难受 所以还是先尊重自己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再去照顾别人 然后还有一个真的非常好用的就是gratitude journal 每天去列出三个你感恩的东西 就我们真的太容易忘记我们拥有的东西了 有很多时候看到别人没有的 但是其实可能父母给到我们的一些隐形的东西 我们都没有注意到 所以其实我们拥有的还是可以很多的 你怎么看待这个世界就会直接影响到你的体验 另外还有我最近学到的 学会分辨哪一些建议是可以听 哪些建议是不用听的 这个也是我从Ray Dalio的principles里面学的 以前那种觉得哇 别人都给我的建议啊 我是不是应该谦虚的去认真聆听啊 后来我发现就是建议是建议 但要自己主动的去选择性的听 另外一点呢还有学会接纳自己 我觉得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呢 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别人 然后觉得自己哪里都不满意 比如像我 我以前也会觉得自己很多缺点 但是我现在说不出来了 因为我都接纳了 我也不觉得这些缺点是缺点 在纳马尔宝典里面就有说一点 只要你做你自己 就没有人能比得过你 因为只有你能做你自己 最后最后一点呢 就是我觉得在心境上真的是非常重要的 不要在意自己不能控制东西 不要在意大环境你不可以调控的东西 对自己不满意的东西 要么就是接受 要么就是改变 埋怨就是不会改变任何东西 只是情绪的发泄 为什么说情绪的发泄并没有那么重要呢 因为你把精力都放在情绪发泄上 而不是解决问题或者看重要问题的身上 就会损失很多的精力和时间 所以如果想从这种一皮体质 转换为高能量的体质呢 最重要的就是你把你的能量放在哪 你的关注点放在哪 把关注点放回自己身上 放在自己可控可改变的东西身上 才是能够让你的生活最大程度的变得越来越好 无论我们的起点都是怎样 我们都能够往上去走 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有用的话 是不是可以稍微支持一下 在这里或者这里 大家不妨选一点写在评论区 今天马上开始改变自己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